大家好我是金珍 我是金魚 歡迎來到本週的北見火力頻道 金魚我今天帶你來吃 傳統糕餅 你最喜歡吃傳統糕餅什麼口味 通常都是吃綠豆碰吧 但其實大家對於傳統的糕餅應該都會覺得 口味很甜很膩啊 所以其實很喜歡吃 但是我們今天就要來挑戰 自霸各種品項的傳統糕餅口味喔 第一顆我們先來吃最傳統常見的紅豆餅 它裡面的紅豆餡是蠻厚一層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完全不甜耶 剛剛好的那種 而且它的餅皮是完全不會乾的那種 這真的紅豆沙 紅豆做成那種 現在不是有很多化粧的紅豆嗎 但是這個是真實的 因為它的顆粒感還蠻重的 好驚豔喔 接下來我們吃第二顆綠豆 綠豆也是超常見的 而且我很常在麵包店的架上就會看到它 沒有在分季節或者是那個節日啊 就是一定會出現這個 它好酥喔 切下去的時候 每一層會這樣子一直一直分開來 這顆也不會很甜耶 它真的都是剛剛好的那種耶 對啊 而且它的餅皮是真的很酥 因為如果你只是一整顆吃 你是美美的用刀子把它切開的話 整個化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像還是要用一口一口這樣吃 不然它掉的滿地都是碎屑 對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第三個口味呢 是地瓜 地瓜很特別耶 很少這種糕餅會包地瓜 大家對於這種 那種傳統的糕餅印象是不會太好 很乾 很肥 很膩 很好吃耶 它地瓜好甜喔 可是它是真的地瓜甜的那種 我覺得它的地瓜是烤地瓜的那種地瓜味 真的滿嘴地瓜味 是烤地瓜的那種味道 好厲害喔 好香喔 第四顆 我們要吃的是芋頭 最近很常見到芋頭的飲料 我覺得芋頭好像越來越 泛濫在大家的胸部 芋頭有些是假的 有些是香精的 對 沒錯 但它這個芋頭看起來就是很真實 它沒有什麼變色 它就是芋頭的顏色 對 好香喔 用聞的就可以有滿滿的芋頭味耶 不吃芋頭的人麻煩加入我們正宜 快點一起來吃芋頭好嗎 芋頭真的超好吃的 我覺得它因為是完全沒有加香精的 所以它芋頭味偏淡 可是還是吃得出是芋頭 所以它是這種小小的芋頭塊 就是不是香精的那一種芋頭 就是我覺得這種餅就是要越小越香 接下來吃到第五顆 第五顆這個叫白鳳豆 我真的很好奇耶 什麼叫白鳳粥 它其實就是一種平常比較少見的豆類啦 就是豆豆 對 就是某一種豆類 某一種豆豆 好我很好奇它的味道是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白鳳粥 我也沒有吃過 但它顏色跟綠豆很像 它綠豆碰的什麼不一樣嗎 我感覺它比較紮實喔 因為它切開來的時候 它裡面這個餡還是很固定的 它沒有綠豆那麼甜 它比較加實一點 我覺得它跟綠豆碰的味道有 60%香 白鳳粥都是什麼東西啊 可是它好像很常加在高餅類裡面 接下來下一顆黑芝麻 剛切開來的時候 它那個黑芝麻是很濃 然後顏色也超級深的那種黑芝麻 用聞的就是超濃的芝麻香 超級濃 放到嘴巴裡面沒咬兩口 整個芝麻味就飄出來了 真的超級濃 而且它皮很薄 然後線超厚 所以芝麻味超重 可是通常都會有那種芝麻餅 全部黏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芝麻餅 這光吃一點點一口下去感覺 然後吃了三四塊 一次吃三四塊芝麻餅的那個味道 濃到不行 如果愛吃芝麻的一定會喜歡 好香喔 下一顆我們要來到我們鹹食區 這個是綠豆肉鬆 鹹鹹甜甜的感覺 它這個的餅皮是比較酥的 所以切開的時候已經會化開了 老人家會喜歡這個味道喔 因為它是鹹的 然後又帶一點點綠豆的甜味 而且它肉痛不會很乾耶 剛剛好 下一顆也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顆 咖哩 這顆一看顏色就知道跟別人很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有創意耶 喔你在切我就聞到味道了 超香 而且它連餅皮都是 不是只有包乾 餅皮也是咖哩味的 喔濃超濃超濃 好好吃喔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不會很鹹的那種 而且小朋友也會喜歡這個耶 但它又有點甜啦 因為它畢竟是糕餅 好的剛剛我們吃完這麼多口味的餅 有沒有翻轉你對傳統糕餅的印象 我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傳統糕餅大家都會覺得 喔餅很大啊 不喜歡吃啊 完全不小 這個真的完全不會 而且每個的尺寸都是 剛剛好 一個下午吃一小顆兩顆這樣子的 你就可以每個口味都吃到 對你就不會有選擇障礙了 好的那今天北建活力頻道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話 請記得在下面留言按讚訂閱喔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